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巴黎奥运节目 你们是否准备好迎接一场惊心动魄的网球盛宴 拉斐尔·纳达尔在双打比赛中大放异彩 与搭档卡洛斯·阿尔卡拉斯联手击败阿根廷组合 赢得首场比赛 纳达尔尽管又大腿缠着蹦带 仍然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实力 让人不禁为他的表现鼓掌喝彩 而阿尔卡拉斯这位新星 尽管双打经验 尚浅 也在比赛中展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和快速进步 这对西班牙组合的胜利让我们对他们 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表现充满期待 同时 单打赛场上也不发精彩对决 头号种子诺瓦克·乔科维奇轻松过关 但对于赛程安排却表示了不满 人为安排不合理 这场赛事的复杂性和后勤挑战 也让组织者面临巨大压力 这样的比赛 这样的选手 无疑让巴黎奥运会的网球赛事 充满了看点和悬念 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 能否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高歌猛进 乔科维奇又能否如愿夺冠 这些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 2024巴黎奥运特别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场 引人注目的比赛 以及背后的故事 本次特别节目内容来源于 Telegraph和CNN的新闻报道 两个平台分别从不同角度位 我们提供了详尽的叙述和评论 首先 周五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 拉斐尔 纳达尔意外现身 并从其内钉 其他内手中接过奥运火炬 引发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 然而周六的比赛却让纳达尔有了更多展示的机会 他与搭档卡洛斯 阿尔卡拉斯组成的西班牙组合 以7-6 6-4 战胜了阿根廷组合 安德烈斯 莫尔特尼和马克西莫 这场比赛在罗兰 加洛斯球场进行 纳达尔尔尽管绑着绷带 但依然是场上最耀眼的球员 他们的胜利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展示 更是团队协作的典范 纳达尔的搭档 世界排名第三的卡洛斯 阿尔卡拉斯 尽管在双打比赛中相对经验不足 但他的单打成就 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新星 然而 双打的策略和视线完全不同 阿尔卡拉斯在这场比赛中展示了 他学习的速度和适应能力 比赛受到雨水的影响 是当天仅有的两场双打比赛之一 他们下一轮的对手 将是荷兰组合 还是匈牙利组合 尚未揭晓 与此同时 纳达尔也将参加周日的单打比赛 对阵匈牙利选手马尔顿 傅索维奇 这也将进一步检验他的身体状况 在赛场上 单打头号种子诺瓦克 德约科维奇 轻松以6-0 6-1 战胜了澳大利亚选手 马修 埃布登 仅用了53分钟 然而 这位塞尔维亚选手 对比赛安排表示不满 质疑为何要与一位双打选手对阵 德约科维奇认为 这种安排 对于运动项目的形象不利 他认为应该有更多单打选手作为替补 对此 赛事组织者解释了 奥运会网球比赛的复杂性 和后勤挑战 接下来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的深入分析和评论 这场比赛及其背景 首先 拉斐尔 纳达尔的回归 无疑是这场比赛的亮点之一 在经历了伤病的困扰后 纳达尔展现了强大的恢复能力和竞技状态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巨大鼓舞 也是对所有关注 他的球迷的一种激励 纳达尔作为一名曾多次在罗兰 加洛斯取得辉煌战绩的选手 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充满了情感和历史意义 其次 卡洛斯 阿尔卡拉斯的表现 同样值得关注 作为一名年轻的新星 他在短时间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尽管在双打比赛中 经验上浅 但这场比赛 无意为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 阿尔卡拉斯和纳达尔的合作 展示了新老结合的力量 这种搭配 无意为比赛增加了许多看点 从双打的角度来看 比赛的胜利 不仅仅依赖于个人的技术 还需要团队的默契配合 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 尽管训练和比赛时间有限 但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 依然令人惊叹 他们的搭档 展现了两代网球选手的结合 这种跨代的合作 不仅是对观众的视觉盛宴 也是对比赛策略的极大考验 另一方面 诺瓦克 德约科维奇对比赛安排的质疑 引发了对奥运会网球比赛规则的讨论 作为一项国际赛事 奥运会的组织和安排 确实面临许多后勤和时间上的挑战 赛事组织者的回应 也反映了他们 在尽力平衡各方面需求的努力 然而 德约科维奇的观点 也值得考虑 如何在保障比赛公平的同时 优化选手的安排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最后 让我们回到比赛本身 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 在比赛中的表现 无疑是一场经典对决 他们的胜利 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胜利 更是精神和团队合作的胜利 纳达尔在赛后表示 能够在这个球场上 与阿尔卡拉斯一起比赛 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这种情感的表达 也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内心的世界 综上所述 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的比赛 不仅是一次精彩的体育竞技 更是一次跨代合作的成功展示 这场比赛 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无论是运动员的精神状态 团队合作 还是比赛规则的优化 都为这次奥运会增添了许多亮点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奥运赛事分析和报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拉斐尔、纳达尔和卡洛斯 阿尔卡拉斯组成的西班牙网球双打组合 在巴黎奥运会首场比赛中赢得了胜利 这场表现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场比赛在法国宏图场上的菲利普、夏迪I球场进行 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以7-6、7-4、6-4 战胜了阿根廷的马克希默、钢萨雷斯和安德烈斯、莫尔特尼 这对西班牙组合的胜利 不仅仅展示了纳达尔的经验和技巧 也凸显了阿尔卡拉斯这位年轻球员的潜力 纳达尔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出色 即使他最近阴幼大腿不适而缠上了蹦带 但他依然行动自如 成为全场最降的球员 而阿尔卡拉斯尽管仅仅参加了六场双打比赛 但在这场比赛中也展现出快速的学习和适应能力 这场胜利对于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来说 意义重大 纳达尔在赛后表示 能与阿尔卡拉斯一起在这个球场上比赛非常特别 并感谢球迷们的支持和热情 观众们的热烈反应也证明了 这对组合的魅力所在 特别是在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赢得比赛点后 全场响起了最热烈的欢呼声 比赛的首盘非常紧张 双方互相破发 最终在抢7局中 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取得了领先 第二盘比赛 阿根廷组合一度以3-0领先 但西班牙组合迅速反击 连续赢得12分 最终以6-4赢得比赛 这次胜利不仅展示了纳达尔的老练 也显示出阿尔卡拉斯的潜力和决心 这也是他首次参加奥运会 纳达尔在这场比赛中展示了他的敏锐 和往前的灵巧 而阿尔卡拉斯则展现了他 高能量的比赛风格 和与偶像并肩作战的兴奋 这对组合的成功 也让人们对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充满期待 纳达尔的教练卡洛斯·莫亚表示 希望这对组合能继续前进 因为这是一个球迷们会爱上的组合 另外 纳达尔已经在今年的奥运会上 成为焦点人物 周五晚 他被选为开幕式的最后一名火炬手之一 这对于纳达尔来说 是一个超级情感的时刻 他感谢巴黎和法国给予他的这一荣誉 并表达了对比赛的享受和热爱 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的双打组合 无意为奥运会网球赛事增添了不少看点 未来他们将面对更大的挑战 纳达尔计划在周日对阵匈牙利的马尔顿 傅索维奇 这将是他身体状况的试金时 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 他是否能继续保持高水平的表现 总的来说 这场比赛不仅展示了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的实力和潜力 也让全球网球迷看到了 这对新虫组合的无限可能 无论未来他们能走多远 这场比赛都将成为今年巴黎奥运会的一个亮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纳达尔和阿尔卡拉斯 这对组合真是梦幻 网球界的传奇与新兴联手 不仅仅是西班牙的骄傲 更是全球粉丝的盛宴 这样的组合让人想到古代战场上 像是关羽和赵云并肩作战 无人能敌 纳达尔经验丰富 阿尔卡拉斯充满活力 这对组合注定要在奥运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工智能、语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评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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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